大家好我是阿周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影片是 我在1月8號從小港機場飛到 明谷中部國際機場 這邊入住國際旅館 那因為肚子餓 跑到他們的第一航廈 裡面去找吃的一個過程 因為這個機場呢 我第一次來到這裡並不是很熟悉 但是我所知道 這個機場呢 在第一航廈的四樓的部分有美食 所以說呢 那我就用影片來為各位介紹 我到第一航廈裡面去逛的情形 希望你會喜歡 從電動門進來之後 到達第一航廈的內部 在兩側會看到很多的ATM的機器 它這個航廈呢 空間是蠻大的 那我主要是要來這邊找吃的 所以說 對吃的方面 我比較注重 那這邊看到也是幾台的ATM 再往ATM的方向的方向走 然後就是進來之後 就走前方 這邊可以看到一家全家便利商店 這是如果你落住在國際旅館的話 這間便利商店應該是最近的 螢幕當中可以看到 這第一航廈的整個一個配置圖 最主要是在四樓有個美食區 那我們從二樓的部分 這邊可以做手扶梯 就可以直接上到三樓的部分 好的 好的搭手扶梯上來三樓的部分 右手邊是他們國內線的航班 右手邊是國際線的 那另外到達的時間 已經是蠻晚的時間點了 那現在的航班幾乎都沒有了 會台都已經空噹噹了 那我們主要的目標是在 這個三樓再上去的四樓的美食區 那等一下直接我們就到美食區去逛走走 那接下來的時間呢 就跟著螢幕一直看下去 後面我就不講解了 如果是你喜歡的 我多會跟著我 在這裡 那現在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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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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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